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调查团,我是调查人水恩 蜂蜜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保健品 相信每个人都吃过,而且对于它的作用和功效都有着基本的了解 而且都知道它是供应的一种滋补佳品 因为它的授捧程度非常之高 所以有些不良的商家为了遍取利用而搞罪蜂蜜出售 被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了严重的伤害 在市区的周边总能看到一些养蜂蜂人 他们会搭一个盆子,在盆子前面摆上几个蜂箱 号称是纯天然的蜂蜜 那么他们销售的蜂蜜到底是真是假呢? 河川警方成功的导回一个家族市炙售假蜂蜜的放火 被查过的一千余斤假蜂蜜竟然都是用水和白糖明藩香精勾兑熬制 最近港内多地爆出假蜂蜜事件 有不法相反用明藩、白糖和醬油构兑蜂蜜 拿到市场上销售谋取暴力 这一单单假蜂蜜事件 令到一些喜欢饮蜂蜜的市民心里不近在打鼓 也都有业内人士指出利用水、白糖、红糖、明藩等原料 操作十分钟就可以制作出迎可乱真的蜂蜜 这种蜂蜜成本每近五元 而据专家说,食用过多的明藩蜂蜜对人体有害 现在说起这个蜂蜜品种真的非常多 价格差异也是非常大 而且这个质量也是侵之不齐的 所以又不少人为了买这个针蜜好蜜 都会选择直接去养蜂蜜取蜜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好方法 但是最近在网上流传了关于假蜂蜜的新闻之后 很多人就开始担心了 到底自己向养蜂蜜人取的蜜、买的蜜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我们的栏目在新闻出来之后 也都接到一位吴阿姨的电话 他就说自己之前也买了一些蜂蜜 最近他就觉得本来好地的蜂蜜 那些味道竟然变了 开始他就以为是自己错过 后来见到假蜂蜜的新闻之后 他就怀疑自己买到的是假蜂蜜 这个食落把口的东西是不可以抹肚的 所以我们一接到吴阿姨的电话 就立刻派工作人员去到吴阿姨的家 一天门后吴阿姨就跟我们说了 这个蜂蜜是他没多久之前 向路边的养蜂人那里买回来的 阿姨啊 上次你说那个蜂蜜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我上次在那个蜂蜜买了两瓶蜂蜜 现在还放在桌子上 我带你看一下 阿姨啊 这个蜂蜜怎么了 你看 它都变色了 不酸了 我们也都知道不同的蜂蜜有着不同的颜色 蜂蜜由于蜜原静蜜的不同 也都会呈现不同的颜色 国际市场上将蜂蜜的颜色分为7个等级 分别是水白色 白色 黄色 浅虎白色 虎白色 深虎白色 深中色 那吴阿姨家这两张蜂蜜不同的颜色 也都算是清常感 但吴阿姨就跟我们说了 就是颜色不一样才有问题 这两天刚买回来的时候 颜色是一样的 根本就蜂蜜不清 可是过几天一看 早几天看 颜色都变了 你看 对对对 味道也有点酸味 是吗 吴阿姨就说 颜色变了仍是个小事 但是最令她害怕的是 连点味都变买 工作人员听到之后 也都打开这两张蜂蜜 闻了下 打开闻一下 打开闻一下 对哦 怎么有股酸味 是啊 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呢 这个呢 你看这个 闻一下 这个就很正常 是甜甜的 是啊 是啊 这两个的话 我可能还要拿回去 帮你检测一下才行 嗯 好啊 好啊 本来好地的蜂蜜 颜色变了 味道发酸 究竟是不是这个蜂蜜本身就有问题了 或者调查清楚 吴阿姨将你买来的两张蜂蜜 交给了工作人员作为样品 那么在桌面上的蜂蜜 就是吴阿姨家的那两张蜂蜜 按照吴阿姨的原话 就说这个浅色的蜂蜜是变了味的 那我们现在打开闻一下 嗯 哇 这个浅色的蜂蜜 闻起来真的有一股酸味 而且酸得来有一股宫味的味道 哇 看来这个是不是真的变了味的 我们再来闻一下它旁边的这张蜂蜜 这张蜂蜜是没有刚才那股酸味 而且闻起来是甜甜的 还有有一股清香的味道 那我刚才都闻了这两张蜂蜜的味道了 果然这个浅色的蜂蜜 是有一股宫味的酸味 但是凭我这样闻一下 是不能落定量说这个蜂蜜是假的 所以我决定要将这两张蜂蜜 送到专业局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经过专业机构的一系列检测 结果已经出来了 附近这次检测的刘老师告诉我们 这次送的两枝蜂蜜都是真的蜂蜜 那就奇怪了 为什么同样是真的蜂蜜 心中式的蜂蜜是自然清调的味道 而浅腐泊式的这一架蜂蜜 味道它是发酸的呢 我们还一起问一下专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有加工的这个蜂蜜的话 它可能会发酸是原因 我们的蜂蜜里面它主要的成分呢 是糖 这些糖呢 如果一旦放置的时间比较久一点 没有经过人工的这个防腐处理 它可能就会感染一些微生物 譬如说一些酵母菌 就会使它的这些糖变成了酒精 以及其他的一些物质 所以它可能就会发酸 这样的一些变化 那对于正常的天然的蜂蜜来说 它微微的这个发酸呢 其实不算是变质 是它正常的一个转化的一个过程 但是如果这个蜂蜜放置的时间太长 然后又感染了大量的这个微生物的话 也有可能会导致它的一个变质 原来在蜂蜜买的蜂蜜发酸 是因为它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 所以水分较多 放置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引起一些耐糖酵母菌的大量繁殖和增长 造成蜂蜜当中的葡萄糖和果汁变质 发出酸味 听完专家的解释之后 吴阿姨你就不用担心了 你这个蜂蜜是100%的真蜂蜜来的 这个酸味只不过是因为蜂蜜发酵而导致的 那我们的吴阿姨就比较幸运 可以买到增蜂蜜回来 那如果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 想和这些养蜂蜜买蜜的话 怎样才可以不被人骗呢 既然要识破片局 那就要了解这些不法相反 有哪些常用的气骗手段 我们今天就向专业养蜂蜜请教一下 在楼边买防饰的 好像现在我的扣纳 那些真真正的 你不要买了 这些就是用粗砂 用砂糖 用砂糖来 煎了它 它又搭起厚分 搭起厚分 再用一支蜂蜂蜂蜜 刘先生刚刚跟我们说 这些是假的养蜂蜂蜜常用的气骗手段 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用假的蜂蜂迷惑消费者 以达到兜售假物的目的 第二种就是贩卖 混对糖水的劣质蜂蜜 我们要怎样才可以识破 这些不法相加的技术呢 砂糖煮溶 那些草砂就煮溶 煮溶之后 一百件就给它煮成了七十件 煮完茶几件 就是这样 再帮人家买那些蜂蜜 购买那些蜂蜂 自责拿去 你为了那些蜂蜂 为了毗砂糖 为了它 它也还经负那只蜂蜂 蜜蜂逃出来 原来在一些蜂蜂买蜂蜜的时候 就要注意它的规模 好像这样的一箱蜂 专业的蜂蜂蜂规模 也有五六十箱 并且要见到蜂蜂在飞舞住 买的时候最好在生产的贵前 我们广东这个蜂蜜生产季节 有两段时间 夏天是四月份开始 六月份为点 冬天的产物时间是十一月到一月 刘先生还说 如果在这个蜂蜂买蜂蜜 达到它上面所说的两点 蜂蜜的质量应该是不错的 专家就说 从蜂蜂的规模 和这个产物的季节 都可以判断蜂蜂的真假 还有一点 专家就提醒一下各位 一定要去到正规的蜂蜂 去买这个蜂蜜 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 怎样去判断这个蜂蜂 是不是正规的呢 是不是有没有供章来 有没有章来 是不是隆隆那法的 是不是 那你如果 如果没有证的 它不是错去 不是去哪里 要判断是不是正规的蜂蜂 就要看一下蜂蜂的养蜂人 有没有由农业部统一制定 政府办法的证明这个人 从事养蜂荷业的养蜂症 另外这个症结是三年门一次 所以大家要注意看一下 这个养蜂症的发放时间 专家还说 这些正规的蜂蜂 一般分布在郊区或者山区 如果上面讲的这几个条件都达到 这个蜂蜂的蜂蜜质量 就会有一定的保障 虽然按照专家的说法 是可以买到真的蜂蜂 但是不可以保证我们买回来的是优质的蜂蜂 那我们平时应该怎样去辨别蜂蜂的优劣呢 那我们选蜂蜂是有几种方法的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看这个颜色 来选这个质量好一点的蜂蜂 如果它质量好 这个蜂蜜的质地会比较细利 而且颜色都会比较光亮 如果它质量比较差 这个蜂蜜会比较混组 光泽度会相比较差一点的 再来一个就可以闻它的味道 不纯的蜂蜜的话 会有一种水果糖的糖味 还有参与香料的蜂蜜 会有一种很浓郁的花香味 纯的蜂蜜的话会比较自然 和天然 它是一种清淡一点的花香味 专家给出专业的鉴别意见 但这个意见都是靠个人的感官 和经验进行判断金 那我们的街坊朋友 可不可以靠感官 试出最好的蜂蜜呢 好了 大家看到我已经摆了摊位了 今天就会进行一次 甜蜜蜜的街坊投票 等一下我就会邀请各位街坊 来试饮或者试闻下这六种蜂蜜 看看他们认为 哪一种蜂蜜是最优质的 这一次的样品 是我们在市面上 随机购买的六种不同的蜂蜜 街坊们在一一闻过蜂蜜之后 对哪个才是最好的蜂蜜 亦都争得难生难解 那你是觉得 我觉得这个也比较好 六蜜也比较好 我觉得这个二蜜也比较好 这种较香 可能正味的 这种较正味点 很纯 这种很香 我闻到这种很香 一蜜 因为我觉得蜂蜜味很浓 之后这个味道很好闻 我觉得蜂蜜好像很有蜂蜜味道 比较清香 对不会太浓 这一次通过街坊的投票 就得出他们认为最好的一个蜂蜜 但是大家选出的六号蜂蜜 是不是这些样品当中 质量最优积的蜂蜜呢 以往调查到这里 我们会靠专业的检测数据得出结论 但是蜂蜜还是一种消耗量较大的食品 大家没可能每次买蜂蜜都要去试检的 那有没有一些简单一些 又方便的方法 可以令到大家选到优质蜂蜜呢 对于如何才可以选出优质的蜂蜜呢 在网上不少网友就知道了 到底这些方法是否科学靠谱的呢 今天我们一于调查到底 网上就有人说 只要递一递蜜在餐巾子那里 如果扩散开 就说明这个蜂蜜 有可能是未成熟的蜜或者是假蜜 如果不散开 而且保持蜂蜜溢的形状 那就可以证明是优质的蜂蜜 好了 大家看到我桌上 已经放了六个蜂蜜的样品了 那我现在就将每个样品 都分配一张纸巾先 好了 分配完毕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实验了 那如果一会儿这个蜂蜜 滴在纸巾上面 它不会扩散的话 那就证明这个蜂蜜是好的 但是如果它会四周围地扩散的话 那就证明这个蜂蜜是不好的 那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实验 好了 那我们看到这一套蜂蜜 滴出来呢 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刚刚滴出来呢 它是没有四周围扩散的 那我们看到它的形状 依然是好像之前那样水滴形状的 好了 我们二号滴完之后 我们看到二号的情况 和一号的情况都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先放回去 好了 现在六个样品就已经滴完了 那我们将它们都静止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回来 我们再看看是什么情况 不单是一号和二号的样品 滴出来的时候有这个水滴狀 调查完滴完另外四个样品 发现它们都是可以保持一个水滴狀 那究竟哪个的质量更胜一筹呢 那就要看一下二十分钟之后 滴在蜜蜂的这张纸巾滲透的程度 好了 二十分钟过去了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六张纸巾 现在是什么情况 咦 我们看到部分的纸巾 已经有明显的变化了 我们首先看一下五号和六号的纸巾 我们看到它上面的蜂蜜 已经四周旁扩散得非常之厉害 而且我们看到上面的纸巾 基本上没有了蜂蜜 我们看到情况最好的就是四号和一号 我们看到它没有那种明显的扩散 而且上面还没有很多蜂蜜 接下来我们现在打开纸巾 看看它里面是什么情况 首先我们看一下五号和六号 先看六号 哇 它几乎是整张纸巾都已经滲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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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来看 咦 是有少少的纸巾在一起 而且是滲透了少少 也就是有两层的 二号我想应该和三号的情况是一样的了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没错 我们看到左手边这里 依然是有少少比较浅的变化 打开来看 看到它打开的时候 还是有少少黏住 而且这里是湿了两层的 一号会不会像四号那样呢 大家看到一号依然是 只有一层滲透了 我们打开来看 调查员在一一查看了 纸巾的滲透情况之后 将六张纸巾的滲透程度 从大到小一次排队 六号样品的滲透最厉害 然后是五号、三号、二号和一号 滲透最少的是四号 好了,六张纸巾的蜂蜜 基本情况是这样的了 如果要验证一下这个方法 是否真的靠谱呢 还是需要科学的数据去支持一下 我现在就将这六张蜂蜜 送到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这一次我们依然将样品 送到每周一检专业检测机构 进行蜂蜜质量检测 检测完对六个样品 分别取等两个样品 气息 然后将这六种样品的代测液 滴入离三管 并且滴入试制A和试制B 遥远之后静止五分钟 但我们之前的纸巾实验 表明了一号和四号是最好的蜂蜜 而五号和六号是最差的蜂蜜 机构检测的结果 会不会与纸巾实验的结果 达到一致呢?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的工作人员 也将结果写在这块板上 我们一一对比一下 我们看起 纸巾实验最好的蜂蜜 是一号和四号 我们现在看看 机构检测的结果 亦是一号和四号 是最好的蜂蜜 这个结果是达到一致的 我们再看起 最不好的蜂蜜 是五号和六号 我们现在看看 机构检测的是 五号和六号 六号是达到一致的 而五号是没有达到一致的 而一般的蜂蜜 纸巾实验的结果 是二号和三号 我们看看这个 机构的检测结果 三号是没有达到一致的 调查员对比了六个羊饼的两次实验结果 虽然质量一般的蜂蜜 不可以用纸巾百分之百判断出来 但是还是可以准确判断出最优质的蜂蜜 那是不是说这个方法有着一定的科学原理呢 这个方法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 但是这个方法只可以用来间别蜂蜜含水量的多少 只可以用来初步的间别蜂蜜的优劣程度 专家还说蜂蜜水分含量越高 其中的酵母容易发酵产气 从而形成大量的泡沫和特殊的走酸性 而且因为水分含量过多 导致其他营养物质就会少一些 而蜂蜜在餐巾没有滲汗 可以说明蜂蜜没有滲到糖水 含水量越低 说明蜂蜜的质量越好 可以储存的时间就越长 上面这个纸巾检测蜂蜜的优劣的这种方法 专家就说了 这种方法只可以检测蜂蜜的含水量 是不可以检测蜂蜜有多纯的 那网上面还流传了一种非常之简单的方法 是什么呢?就是它了 网上就说把蜂蜜和水液1比4的比例 倒有一个空中的道 用力地摇一摇之后 出现泡泡越多 并且烧得越慢 就是纯直的蜂蜜 反之就是不纯的了 究竟这几种样品的纯度是怎样的呢? 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进行一个实验 大家看到我桌面上 我的右手边已经准备好六个瓶 六个瓶里面已经放了同等量的水 在我左手边已经有六个蜂蜜的样品 等一下我就会在水里面 倒入同等量的蜂蜜 再进行下一步 这次实验是分别取40毫升的蜂蜜 倒入装有200毫升的水的瓶那里混在一起 紧接着充分摇匀六个瓶 等到产生丰富的气泡之后 观察气泡消散的快慢程度 我刚才已经将同等分量的蜂蜜 已经倒入水里面 我们现在就进行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熬均 六个瓶在静置两分钟之后 只有六号和四号 这两个样品的气泡够多 但从泡泡的势力程度来说 四号的泡泡是更盛一筹 原来优质的蜂蜜除了它含有丰富的葡萄糖果糖 还有一些我们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 和比较常见的我们需要的维生素 比如说维生素B维生素C等等的这些物质 原来优质的蜂蜜除了它含有丰富的葡萄糖果糖 还有很多的矿物质 在我们用力摇的时候 这些物质就会很容易起泡沫 有着蜂蜜在剧烈摇房之后 会产生很多丰富细利的泡沫 并且长时间都不会散去 原来这个方法真的有效 以后大家买蜂蜜的时候 不妨可以用一下这两招 就可以保证你买到好的蜂蜜 不过蜂蜜除了买好的之外 是不够的,还要吃得对 那到底怎样吃才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呢? 社会调查团在这里提醒你 蜂蜜最好在空腹的时候食用 每一次吃的量不要超过100克 蜂蜜应该避免和茶和饮 今天我们除了教大家 如何买到真正的好蜂蜜之外 还教了大家如何辨别蜂蜜的优劣 和如何教大家吃蜂蜜 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好处 好了,相信大家看完今期节目之后 都有所得益了 我们节目时间也到这里差不多了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节目资讯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 生活调查团的官方微信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